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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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好,我是卡洛斯 已經有一段時間,我會在 YouTube 上教大家 做一些 maker 的工作 正如很多朋友知道,我剛剛轉了校 和搬了新的地方 所以在環境的佈置 或者新加斯的安裝方面 我們都要用到很多和科技有關的技術 大家今天看到我放了 3D 打印機在那裡,不要以為 我又教授用 3D 打印機來做模型 所以我想跟大家說 3D 打印只適合 用來做一些圓形 英文叫 prototype 換句話 就是一些設計在未付出實行之前 用來建造手板 可想而知,它用的材料 無論是 PLA 或 TPU 都不會很堅固 而且打印的精密度 亦都不足以用來做機械的部件 你會問真正用來做部件 那用來修補家居的物件 可以嗎? 沒錯是可以的 但如果你家居的物品 是有破裂了 而你打算用 3D 打印機去修補的話 你首先要做很精確的量度 而在 CAD 軟件上 將它圓圓本本的畫出來 然後再印出來 才可以用來填補原本破裂的部件 那今天我想說什麼呢? 今天我想教大家用一個更傳統的方法 去修補一些家居裡面 或者你在日常生活中破壞了物件 而我今天要用的就是我手上的鋼索套 就好像我新搬來這家屋一樣 洗衣機入洗衣分的位置 一看就知道我爛了 螺絲還關上瘦 在這種情況 我就唯有拆了蓋子出來 好像牙醫一樣 將壞死的部分先切走它 之後我就拿出我的鋼索套 鋼索套其實跟混合膠一樣 是一些環氧樹脂那類產品 需要A、B混合等一會才會乾的 正如其名 乾了之後鋼索套一樣硬 收保什麼都可以 而市面上買到的鋼索套 有很多品種 大家用之前 必須要看清楚說明書 特別留意有效的施工時間 和完全硬化要等多久的時間 我買到這種就叫做束形鋼索套 即是乾的時間是比較快的 所以你只有20分鐘的施工時間 那我現在呢 在A和B都分別取出相同的份量 然後呢 就把它搓起來 不斷搓 不斷搓 幾分鐘之後呢 幾分鐘之後呢 你發覺兩隻已經混合成為一種顏色 那你濕一點點水 更方便你去擠壓一些造型出來 好像現在我這樣呢 就分別在洗衣粉蓋的四角呢 都用鋼索套去塑造一個小部件 用來安裝螺絲 而我也都留意到呢 這個洗衣粉的櫃桶蓋 為什麼這麼容易損壞呢 因為結構實在太單薄了 所以呢 我也都用鋼索套來強化了一些位置 24小時之後 鋼索套就完全硬化了 我們甚至可以在上面轉孔 或者做切割的施工 不過呢 大家要注意一點 鋼索套呢 硬就硬了 但是是有點脆的 所以呢 現在我換上一些新的子宮螺絲呢 我也是慢慢慢慢地扭進去 讓它慢慢切割出這個螺絲紋 太心急扭進去呢 就會弄碎了螺絲紋的了 好 好了 我已經試過了四顆螺絲 都能夠順利扭進去 現在就是安裝完位的時間了 我先試一試位置 看看螺絲對不對位先 然後我就整個櫃桶抽出來 好好相好四顆螺絲 再將櫃桶放回原位 看到嗎 已經完全修補好了 是不是又是一個解難的應用呢 其實鋼索套的應用範圍很多 因為它可以修補木 塑膠 金屬 石頭 什麼都可以 好像我的車呢 已經是老爺車了 這條泵把 斷了一缺出來 又找不到配件去安裝 那我就唯有洗乾淨它 搓了一大塊的鋼索套 然後將它搓成條狀 加水 直接黏在泵把這個地方 在20分鐘之內 你可以加水 慢慢將它打磨 搓圓按扁 直至到造型滿意為止 用什麼手工具去修飾 什麼都可以 加水 根本就是軟軟軟的質地 用手指甲都可以 但是記得加工員 洗乾淨其他的地方 如果不是乾了 就真的用工具作出來了 24小時之後 你會看到鋼索套乾淨 那個硬度真的很高 甚至可以用水磨砂紙 慢慢打磨 直至跟原來的配件完全混合 才可以進行噴油 你問我這種新水 新航的工作 是否容易做呢 當然不容易做 但是這個就是我們Maker 用我們的方法 去解決一些生活上問題 是一個很好的途徑 希望經過了今天這樣的介紹 大家明白了鋼索套的運用 不用見到什麼事 只出動一招 就是3D打印機 好了 今天分享到此為止 我是卡洛斯 喜歡我的影片 請你關注、點讚和分享 再見